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是晚上时间 我记得前段时间 这个美国有一个重大的新闻出来 就是巨大的改变的历史的事情 就是美国首次实践核技术 正向的能量输出 然后当时我们做节目就说了 这绝对是改变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的事情 因为核聚变实现 这是美国首次向全世界宣布 可以实现正向的能量输出 美国在这个方面 谁掌握这个 谁就掌握未来的真正的钥匙 这因为能量是一切 一切的源泉 是吧 你所有的 你看核 核子 原子能 所有的都是跟能量有关系 就你的能量 真正的 多高 能够做多高的能量 这决定了 你的维度 说白了 就是很简单 就这么意思 你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 推动这个能量 也决定了维度 我们当时做节目也说过 是吧 从石头 石器时代 到青铜器时代 青铜器到铁器 那就是 说白了 就是你的燃点 你能燃烧到多高 青铜器 它是燃点低 所以当时只能用青铜器 提炼出来 后来到铁器 铁器和青铜器一对 那青铜 对着铁器 那不是立马断掉 是吧 是吧 所以谁掌握了 就是最重要的 这个科技 最核心的 就是能量 因为能量又跟材料有关系 又跟你的物质有关系 而美国今天 奇奥特使 克里 正式宣布 美国将实施 核技 巨变技术 商业化战略 他怎么说的 这是一个大事 绝对大事 核巨变 合作与信息分享 对推进我们的工作 至关重要 对我们共同应对 未来科研工作 挑战 至关重要 我们很高兴地 在过去数十年 愿景的基础上 宣布实施 美国国际核区变能源 合作计划 这项战略 涵盖了 有助于我们实现 核巨变技术潜能的 五个领域 五个领域 研发 供应链和市场 监管 人才教育 以及合作交流 合作交流 该战略也是基础 我们采取行动的号角 这个 你看啊 这就是 谁和美国站在一起 所以美国的手上的招很多 它不仅仅这个 它有太空 你看日本 正式加入五眼联盟 等组成的 联合太空作战远机 我们待会说这个 就是 你看它这个核巨变 一旦商业化 全部实现的话 像现在所有的都是电动车 电动车一旦全面推广 那就汽油车 这二八斤 就被淘汰了 所以沙特这种国家 天天靠石油 想来绑住 想成为富豪 未来会变得很穷 美国是靠上 技术解决一切 它只要一个核巨变技术 因为核巨变 它这个需要的那个能量 比那个核裂变更少 它是轻 是吧 这种东西 是吧 你的核 你核巨变 核裂变 你还会产生污染 那核巨变污染都没有 那对沙特这些 对俄罗斯 俄罗斯很紧张 这个话一说出来 说白了 就美国 这就是为什么 沙特跟美国 跟俄罗斯 现在要搞到一起 跟中共国 搞到一起 这美国这个招一出来 绝对把俄罗斯给吓死了 因为俄罗斯还想着 自己的石油储备 什么委内瑞拉 是吧 用这个东西来 卡世界的脖子 美国拜登 不宣布了吗 他在美国建了多少个充电站 你只要这个充电站 建的足够多 说白了 到处都是的话 然后再用核巨变 来生产能源 哇天哪 啥都解决了 说白了几 以后就真没加油站了 不需要加油站了 是吧 然后这样的话 这是一个本质的巨大的飞跃啊 表面上是气候问题 实际上 它是一个国家战略问题 也是国家安全问题 啥都解决你怎么看 分享一下 好的 首先呢 我就先发表一下我个人观点 又说什么呢 就是说 虽然啊 我们在很多 就是 网上看到一些推特啊 消息啊 什么 可能我们大家都不喜欢左派 左逼对吧 那么总觉得呢 他们有的时候是 是把一些小事情夸大其词 然后呢 搞一些有的没 似乎看着有的没的事情呢 然后呢 对这个传统保守主义呢 进行的一种实施的 可以说是一种思想上颠覆吧 所以呢 很多很多人呢 他可能都接受不了 但是呢 任何一派的存在啊 他都存在着他的一个 你也可以说是理由吧 就是说 就是说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个 美国 他虽然说是打的是这个气候问题的 这个 这个 可以说是这个旗 但实际上 他们真正下的旗是什么呢 还是说 要推行这个新技术 新能源的 新能源的这个 可以 新能源这项技术吧 实际上呢 为什么他们要推向这些技术呢 实际 当然我们先 我先不从这个能源的这个角度出发 新的技术呢 往往是推动一个新的文明的 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个国家 只要如果说 他的这个经济啊 是依托一个经济 是依托一个能源的话呢 那他一定就会趋近于这个野蛮 我们先暂且不谈 现在沙特什么呢 你去看过去 一旦是靠这种东西支撑的国家 就几乎没有给人的这个文明 带来任何贡献 无论是比如说像我们看到这个中东的一些石油巨富啊 还包括俄罗斯啊 还有包括 阿富汗啊 过去凡是 你要靠这种东西去支撑这个支撑这个 呃经济的话呢 他一定就走不远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 如果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啊 他过于依赖这个一个能源的话呢 那矿主就成为了这个当 这个国家的最容易成为独裁一个力量 因为你如果说经济就靠这个挣钱的话 那不谁不就啊 那个这国家不就是谁拥有这个矿水 就可以挣大钱嘛 对吧 那大家都 那大家就是说要么就是成为矿主的工人 要么就成为矿主的老婆 那大家能做的事情就是这个事情呢 这个国家 那所以说呢 这个文明是一定不会进步的 啊 左派呢 就是说他们用一种偏激进和偏技术的手段啊 推动了这个啊 这个人类的文明呢 这也确实是我们值得去肯定的 所以说呢 就无论 就是说 这个是这个世界啊 你是偏左还是偏右也好 只要能推动人类文明镜吧 那都是值得我们去 啊 去推崇的 啊 我想说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说 这个美国 他这个经济的发展啊 他永远是靠一个技术性去 推广他经济的 只要这个技术一旦落地 成为一个商业项目的时候呢 那就变成了个大家赚钱的一个事情 这一 这件事情呢 又一次验证了啊 路德社之前 一直宣传的样子 为什么我们大力的提倡 用技术去推广这个文明 一方面呢 是说技术这东西 他真的可以推广文明 他可以 瓦解各种的寡头 寡头政治 另外一方面呢 他确实从商业的角度来说呢 他确实是 你一定要盯准 就这些 最新的一个技术 就包括美国 最近的一些技术啊 就历史上 他出现一个技术啊 其实都是 在商业上和国家层面上啊 从军事 军事上和 和国家层面上 都已经得到验证了 就比如说我之前说过了 手机不就是过去 美国美军在二战时候 一个通信手段吗 那他商业化落地以后呢 就让多少的手机商可以发家 同样呢 你像这个触屏技术 对吧 触屏技术也是 其实美军他也是先有 那然后呢 他就给这苹果人拿去了以后呢 然后他又打造成了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商业手段 同样 这个和聚变啊 还包括现在深层市人工制呢 他又是一个新的一个商业点 所以说呢 就说有的时候 就紧盯政治 不一定是紧盯政治 他有的时候 有很多商业的东西在里面 也有很多 值得我们思考东西在里面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经常来收看我们这种节目呢 其实实际上 对大家的思路拓展 是很有好处的 这是我得看的 谢谢路德 这就是啊 中共啊 我们一直说 他根本他就没有引擎 是吧 技术 真正的基础性的科研项目 那才是 才叫做真正的引擎 你只要有引擎 你下一代 才会源源不断的往前 升级往前 前进 你像这个 核聚变技术 啊 绝对会 就是 很多就是 权力的重新分配 资源的重新分配 资金的重新分配 这都是美国在主导 美国在主推 大家看明白没有 啊 跟中共国 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是吧 中共 美国在这退 你中共 现在跟美国闹僵了 是吧 这怎么可能让你参与吗 啊 在这个过程中 哪些国家 美国已经确定了 美国的盟友 你看 日本 啊 那绝对会参加 你像日本如果 啊 把这个美国的核聚变技术 在参与的过程中 掌握了 那是啥 那比芯片 这个东西比芯片技术 更加强大 我跟你说 啊 核联变技术 现在已经是 很多国家 基本都掌控了 都已经足以啊 成为什么常人理事国 成为叫做核大国 是吧 但是核聚变技术 一旦掌握 那不得了 因为这个 那就这儿帮进啊 就是颠覆 颠覆整个规则 运行规则的 日本加入五眼联盟 组建的联合太空作战 愿景 这就我们之前说过的 啊 我们之前是在2021年 就跟他说过 日本为什么 铁了心跟着美国 他很清楚 在二战中他知道 缺的是啥 日本 输 不是输在他 不够集体 不够统一 也不是输在他 什么不够忠诚 不够无我 日本的无我 那比中共现在无我 更牛逼吧 是不是 说剖腹就剖腹 输的是啥 输的就是创新 输的是这个 啊 他知道 是吧 美国手上现在还有多少东西 那就是肯定 你现在看到的 说白了 那也只是冰山一角 美国那五十一区 还有多少牛逼的东西 所以日本知道 必须得跟着美国 是吧 这才是关键 中俄的习说白了 哎呀 在井底之外 他懂啥呀 是吧 你怎么看啊 还天天觉得自己牛逼哄哄 对 实际上呢 我对于就是 现在中共强的呀 他们整天就说什么 这个可以抄美国 那个可以抄超越美国 这种说法的都是非常嗤之以鼻的 因为 你抄来抄去 无非只是说 我把美国东西偷过来以后呢 我用一个更廉价的方式 造出来 造出来以后呢 我用一个用一个低成本 去把人家给挤压掉 但实际上呢 无论从这个质量上呢 还从这稳定性 还从长远性上呢 那中共国的都差很多 更何况 中共国 他的这个整个发展模式啊 对于这个技术性人才啊 他其实是极其打压的 你别看现在习他说什么重用那个叫什么 重用什么空军啊 重用那些实概性人才 那是因为他现在有这个需求 如果说他哪天那些人没有用了 那些人还是该死就得死对吧 那是逃不掉的 这就是说一个独裁政权 或者说一个任何一个邪恶政权 他一定是不可能从一个推行人类文明和车型技术的角度去发展国家 那么他呢就一定会想办法去去技术垄断 因为你这个技术一旦你开放了以后 让大家都去学了以后 对自己统治危险吗 所以说这种政权呢 他一定是要尽早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不然的话呢对这个城市界来说都是一种危害 那再回到这个日本这个事情上 那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一点什么了 就是说日本最近 他就关于这个太空图像分析的初创工资非常的多 而且才不停的招人 那为什么会造会造呃会做这个事情呢 我刚开始也在想这个问题呢 那我也是听了路德社以后才这样 那估计就是美国肯定是因为同意 他将来可以参加一些太空项目了 那他那他才有用吗 那你如果说你如果你日本不参加这种项目的话 那你分析图像 那分析给谁对吧 那日本又用不到 那无非就是让让这个让那个其他跟其他几个大国分享 那分享那分析完数据以后 然后就交给美国 那美国就可以付日本一些钱 然后呢 日本这边的员工呢 就可以挣到钱了 啊同样的啊 之前我们也说啊 当然不是我们也说 就是说之前啊 那个日本啊 一直在吵一件事情 吵的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丰田的原先那个掌门人丰田张南一直在跟他的接班人去 去讨论和争论和以及日本的保守派去争论什么呢 就是说到底丰田是走这个新的能源车方向还是继续发展他的传统石油车 因为丰田张南嘛 他可能不是因为他是上前一代的人嘛 那他其实并不是很愿意去加入这个新的能源车项目 但是呢 估计他也是经过了很多的斟酌 也问了询问了很多就美国相关的人 最终他决定退休了 为什么他决定退休呢 其实他就说了一点 就是说因为他觉得自己跟不上这个时代了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日本现在 现在他为什么他们愿意去 有些人就有很多一少部分人啊 精英分子 为什么他们愿意 愿意跟这个时代跟着美国走 因为精英他们 这些精英分 他们读过很多的书 也跟美国有很多的这个合作 他们也知道 这个世界到底要跟着谁 才能让全日本挣钱 对吧 那虽然说以大阪派为代表的一些 保守主义分子 虽然说他们也觉得啊 劳动人民更可贵 对吧 我们应该每天朝六晚九 那么反复的做那些反复的劳动工作 但是这种东西终究带领 不能够带领日本人致富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日本国内 那包括这个舆论的争夺战上面 还有包括是日本政权的 这政府里面的一些花园争夺战上面 最终保守派都落了下方 就是说啊 当然我们不是说保守派已经是不好的 我们只能说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在这看这个新闻 还包括我们自己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跟着主啊 就是说精英啊主流的那种 就是我们不是说学他们不好的东西啊 我们只是说精英主流好的东西呢 我们一定要去紧跟 不要因为我们一些个人恩怨啊 就比如说 就比如我们听了一些阴谋论呢 就觉得他们很坏对吧 就不去搞这东西 其实这是不对的 这是我的看法 谢谢路德 这个 这两件事情啊 就对中共觉得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什么打击呢 你可以看到啊 这个美国啊 中共渗透美国 最重要的啊 他如果偷一些边讲边料的东西 没啥意义 是吧 比如说啊 偷个芯片 某一个技术 啊 偷一个什么软件 偷个数据库 这有啥 他最核心的 就是太空 科技 以及和核能 和材料 这些有关的东西 他偷不到 这才是最顶级的东西 这些东西 美国说白了 根本 边都爱不着 但是美国还有 更多 这样的 这方面的啊 这种 让超越这个时代的 各种这种产品 以及各种创新 一点 一点一点拿出来就行了 中共以为 是吧 他以为自己 已经可以具备这个实力 挑战美国了 实际上差远了 是不是 差远了 美国这些说白了 他还没有全面展示出来 就已经 因为这个东西 今天 他所说的这个啊 就这个啊 克里 那绝对是颠覆性的 居然可以让 核聚变技术商业化 这是 多少年前 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这绝对是让人震惊的 我告诉大家 好 咱们这一期 最新的资讯的分享 就到此节目标了 点赞分享 谢谢 撒头先生 再见